等等,拿鞋,拿鞋,快快快,拿鞋 我现在过不了,它在我一货在那里 今天算是我在这里潜水第一次遇到魔鬼鱼过来抢一货的 特别紧张刚刚 刚开始我在水草发现了一些洞 我在想这些洞里头肯定有些龙虾跟鱼躲在里面 那时可兴奋的拼命的翻水草,想要把龙虾给套出来 果然在一个洞里就发现了龙虾 那时我尝试想要捉它,但它跑进洞里头了 这时已经没有气了,特别渴望浮出水面来呼吸 所以我把枪丢在了洞口做个标记 防止等会又找不回那个同样的洞 因为水底下特别多的水草都覆盖着 所以要找回同一个洞是很难的事情 所以我把枪丢在洞口 然后只要等会顺着浮身下去就能够找回同一个洞了 但是我下去过后又马上发现了一只鱼王三刀 当时我在想鱼肯定会跑嘛 那虾在洞里肯定跑不掉 那肯定是先处理鱼的 所以我就立马拿起枪准备打三刀 但是可能太靠近了枪也没整理好 然后枪整理的线可能卡在弹道里并没发射出去 所以很明显鱼没打到 这时候只能打虾的主意了 为什么每次遭殃的总是我 我想我应该会过了20秒吧 然后虾终于顺利搞上来了 当我准备由下我的疑惑袋拿起我的那个龙虾的卡尺来测量龙虾是否达到法定领袭的捕捉尺寸的时候 然后你就开始喊我了 真的拿枪拿枪快快拿枪 下面有魔鬼鱼大魔鬼鱼你逗我吧 当下我真的以为是大傻一来的或者是他在作弄我 所以我也特别紧张 但我也不确定他是不是跟我开玩笑 他直接游上来了 他在这里 我现在拿枪拖它 你看一下你的鱼化带 我现在拖不了 他在我的鱼化带那里 想要吃我的鱼 我没办法拖去 我手上还有龙虾里帮我拿我的墙过来 最后可能太紧张我不小心松开了手 然后我的龙虾就跑了 我太难了 走吧走吧 他还在这边徘徊好久好像盯上我们了 但今天我们也不是为了龙虾而来的 我们是为了潜水 所以这种经验特别难得比吃龙虾还过瘾 太多太多了 在捉龙虾的过程中 竟然还有只螃蟹来大掩护 一起收了 但悲剧发生了 这回给螃蟹夹得嗷嗷叫了 照片